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去意向着 最后这件事的确是多一些机会发生的 但我想在这里告诉你 真正能够赢的是吸灵 我就给一个例子大家 例如你很想嫁给富豪的话 可能你说我意向要嫁富豪 我意向要嫁富豪 可能你会去多些富豪的晚会 又或者富豪会走过的地方 你会被他碰到的而且确是增进了面对富豪的机会大大提升 亦都因为这样的话 你有机会真的会嫁给富豪 但其实这种意向将会成为很累 因为你不知道吸力的作用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的人只有意向是没用 你必须要懂得吸力 吸力的意思 我仍然去说回刚才的例子 如果你想嫁给富豪的话 其实你不停地焦点富豪的地方 其实可能帮助不太大 但如果你将你自己成为某一样东西的第一个 然后你想要的东西 就会慢慢地因为你第一个而走过来 我就假设刚刚的例子 你想嫁给一个富豪 首先你必须成为世界小姐 或者选你的小姐 然后富豪便会聚焦望到你 然后富豪便会约会你 富豪便会去请你吃饭 富豪甚至乎会草你 或者我给一个另一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粒很漂亮的鑽石 你一定要丢得到自己成为最多切角面最美丽的一粒鑽石 这样跟着 最好的这个托就会来配襯你 最好的代仪人就会找你 最好的代仪人就会找你 最好的商店就会将你这粒鑽石 这只戒指去摆出来卖 甚至乎卖到一个最高的价钱 所以永远记住 要吸力不是要异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